不管你是否相信可怕的虚拟世界论都还请认真看完这条视频 因为它很可能会颠覆你对整个世界的认知 早在2003年 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伯斯特罗姆 曾发表一篇关于宇宙模拟假设的论文 他认为 如果宇宙中的生命在经过数十亿年的演化后 发展出先进的智慧文明 并尝试利用计算机技术模拟出自己所生活的世界 甚至更大尺度下的虚拟宇宙 并且生活在这里的生命 也都有着各自的意识和智慧 在他们的感知中 世间的一切也都无比的真实 那么我们目前所生活的世界 可能也是高等文明创造出来的虚拟现实 而人类仅仅只是一台超级计算机中的代码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天马行空的观点 却得到了众多科学界顶尖人物的认同 甚至在2016年马斯克的一次采访中也表示 我们生活在真实世界的概率可能只有十亿分之一 如果我们的世界真的是有一台超级计算机创建的虚拟现实 那么它就会在自然规律中反映出类似计算机代码的特征 而我们宇宙中的一切 似乎确实也遵循着某些无法解释的奇怪物理定律和现象 它们就如同计算机程序中设定的各种规则一样令人费解 这时你会发现现实世界的存在确实并非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根据尼克·伯斯特罗姆所提出的宇宙模拟假设解释 我们的宇宙其实是一个被各种规则支配的虚拟世界 所有人并不知道自己身处在一个虚拟宇宙中 并在经过漫长的演化中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 最终创造出了第二层虚拟现实 同样生活在第二层的虚拟文明 也可能会在漫长的发展后创建出又一层虚拟现实 而每一层的虚拟世界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物理定律 其中的所有人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意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世界是由一个高等文明创造出来的虚拟现实 那么上一层文明也可能是更上一层文明模拟出来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就说明真正的现实世界可能只有一个 但虚拟世界却有无限多个 而我们所生活在真实世界的概率 可能真的连十一分之一都没有